北京时间11月22日,美国媒体报道了网球名家维纳斯·威廉·姆斯简称大V在去年6月份,引发第一场车祸造成一名78岁男子不至身亡的官司, 双方于今日达成庭外隔解,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,在经过调查后,给出的结果是,这时双方都有过错,仍需要对车祸承担相应的责任,大V在被第三方的车辆阻挡后不应该继续前行, 而搭载不至身亡的78岁男子的老太太则因为在经过路口时的车速货款,最终导致于大V把车相撞,双方经过反复的协商后, 最终达成庭外隔解,已经38岁的大V,是女子网谈的长青树,她在1994年年级14岁时,就开始了网球职业生涯。 2000年,20岁的大V夺的悉尼奥运婚女单,女双两枚金牌,并在美网拿下手做大满贯冠军,其夜生涯至今一共有期做大满贯冠军, 与她的亲妹妹,小V开创了一个威廉姆斯时代,大V引发的这场车祸发生在2017年6月9日, 当时她正开车经过佛罗里达州棕榈台花园的一个十字路口,之后巴尔逊夫妇的车撞上了大V的车, 车祸让78岁的巴尔逊在住院两周后不幸离世,事故发生后,大V仍然出战了7月初的温望, 在发布会上贝尔及此事时,一度还当场更业,经过调查,棕榈台花园警局在去年12月, 宣布双方司机在事故发生过程中就无过错,不会遭到起诉, 而经过将近一年的协商,双方终于在近日对民事赔偿方案承担一致,宣布停败和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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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